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 智虎通的環球直擊 今天請來兩位古會專家 跟我們看看 這星期有什麼財金大事和部署策略 分別有Aaron Aaron, 早安 早安, Apple 早安, 輝哥 早安, Apple Aaron 上星期大家比較上隱憂很多 可能令大家今個星期戒心會較強 始終美股急跌下來 大家都挺擔心 疫情究竟是否連在美國都會失控 又或者是今個星期 其實美股那邊還是有很多消息 包括超級星期二 還有一些央行都開始做他們的意識 Aaron, 今個星期 會否認為整體環球股市的波動性 會繼續加強 那一定是 因為上星期只看過美股 好像跳水一樣 高台跳水, 完全沒有水花 我想代表大家在高位上 鎖定利潤 剛才你說笑不出 可能有機會還笑得出 看看你在什麼位置買 不過很明顯有些獲利平倉 這星期, 我想除了繼續關注疫情的變化 始終市場最擔心的 就是會否開始由亞洲區蔓延到全世界 尤其是意大利 甚至美國開始有些零星確診的個案 我想這個對市場的關注度是最高的 但是當然也有開始有些更重磅的經濟數據 或者是消息 包括可能美國的總統的初選 然後也有學皮書 甚至是飛龍數據 我想這些數據就可以某程度上 將投資者的焦點 除了高度關注疫情之外 拉回到投資市場上 看看有沒有技術反彈 始終如果你看過美股 尤其道指 短短一個星期左右 或者兩個星期最多 由高位由29,600左右 跌到25,500左右 其實是蒸發了10%過外的波幅 在這麼短時間有10%的波幅 我們不說點數了 因為點數,你的基數變大了 其實未必有這麼大的參考價值 但用百分比去看 似乎的而且在市場上有過度恐慌 看看能否引起好友 深奧奧去反彈 但是要整個市場的氣氛 由Risk Off轉到全面Risk On 我想真的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暫時的取態上 我想先是反彈 反彈完反彈 大家還是你眼看我眼 害怕的時候 有利潤也會鎖定 所以到時又會另一輪試低位 我想在這種情況下 投資者一定會比較保守 好像把刀掉到地上 讓它再彈兩下 才有信心重新嘗試買 輝哥,我們說到港股 其實說之前的疫情底也守不住 來到這個星期 如果你說一些重磅業績 就沒有什麼,還沒有出現 但還有一些消息都會影響港股 是否同樣都是要看看疫情的發展 疫情其實大家如果是亞洲區 中國的確診人數一直下降 出院的人數一直上升 其實疫情是叫做受控 中國復工的速度是慢了 有機會影響環球整個產業鏈 因為你一件零部件 你整輛車都做不到 這個有一點影響 可能是影響一至兩個月 如果疫情在受控之下 其實大家又不是大過擔心 因為我自己不是太看得那麼淡 因為疾病對於整個投資市場的影響 其實就不會因為一些經濟崩潰 影響那麼大 因為現在最主要是大家看著債息 美國的債息一路一路跌下來 令到一些傳統的電子交易 所以如果美國的債息定住就好一點 因為你現在看到 整個環球市場沒有避險資產 因為你看到金幣又不升了 又跌了 那你只有債息升 其實美金也是避險資產又跌 就是說大家 其實到底市場有人刻意 推低債息 逼聯儲局做事還是怎樣呢 我們要放多一點時間 如果是說疫情 我就覺得誇張了 你中國的疫情這麼嚴重 股市沒有跌 你美國一個最健康的經濟體 叫做那個… 我相信它的科技去於抗疫 都不會說比中國差,比香港差 怎麼會三千多點這樣跳崖下來呢 這個市場是有一點點過了 希望港股也挺得住 上個星期炒過芯片股 或者水泥建材類股份 來到這個星期 港股有什麼焦點板法可以留意 我自己看 你不如看房地產 為什麼呢 香港房地產最新一份預算案 已經出來了 它是沒有政策令到樓價下跌的 因為它又幫人上樓的繼續 還有它又整了一個新的 按揭貸款的那個 是差不多可以借一千萬 那你想一下 你有政府支持你去做定息貸款 那你起碼… 如果經濟環境不差 你起碼找到銀行貸款 那你房地產在香港 我自己覺得經過疫情之後 你不是說大升 但起碼房地產不下跌 不下跌的話 你這麼多股份下跌了 你選一些房地產也可以 Aaron, 剛才也提過 就是這個星期 環球也有很多數據 又有央行議息 匯市方面 有哪些貨幣要特別留意呢 其實剛才輝哥也說得對 你看到股市美股那麼恐慌之下 其實傳統的避險工具 即是金 反而沒有再追蹤 沒有再資金派進去 美金也開始調整下來 我想你看到最主要 其實很多外幣仍然在試低位 唯獨是佔美匯指數 超過一半的歐元 其實就開始夾上來了 那當然你說歐洲的邊境 經濟數據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好消息 似乎是沒有的 就是你沒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令到大家整個小鑽 立即湧回去買歐元 但通常一個貨幣 或者是股票也好 見底初期 大家都在半信半疑之下 這樣發生出來 所以現在開始 是有少許第一次 叫做明顯一點的反彈 我想這個星期 歐元仍然有空間 比它再反彈高一點 因為現在的力度還沒有很強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又出現了 剛剛上星期的低位回升的話 其實我想對一些淡友來說 都是有少許壓力 他們起碼想想想 不如如果我不是在高位沽下來 不如也算一算數 避一避 因為歐元自己突然強下來 所以這個星期留意著 有個飛龍數據 是很好的借口 是炒歐元或者炒美金 但如果歐元可以守得住 1.0840、1.0880這些位置 這是支持區 其實就可以考慮偷雞 繼續博去反彈 但跌穿低位 即使用1.0780做止蝕位 我自己看如果是最樂觀的情況 其實可以試上1.1250水平 但當然是否一個星期就到 未必是 但這是一個反彈的 最樂觀的最好的情況 輝哥, 很快跟我們跟進一下 就是商品方面 有沒有哪一種商品特別提好 商品?我自己看好是咖啡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 因為你喜歡喝酒 對, 一來 二來就是九月 有一波很急, 上去之後 上去差不多過三、過四 跌下來, 跌下來 剛剛穿過一元 穿過一元, 反彈上來 最主要大家最初感覺到 疫情會有影響 但現在看下去 疫情對於喝咖啡沒什麼影響 所以咖啡到這些位置 應該有彈的 好, 今個星期 大家也要多喝幾杯提提神 因為始終也有很多經濟數據 要留意著 謝謝輝哥, 還有謝謝Aaron 下次再跟兩位談過